这一期智库报告解读 我们换一个话题 先不聊中美了 现在中国的北方天寒地冻 我们就来聊一个关于能源的话题 就是能源转型 也翻译成能源过渡 我和我的团队这段时间一直在关注 发现一些顶尖的智库 从去年到今年 对于能源转型的话题 关注度相当之高 他们的结论是 全球能源的转型已经成为定局了 大趋势已经定了 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 我们中国在能源转型的过程当中 既是一个推动者 又是一个重要的受影响者 换句话说 能源转型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说到这里 什么是能源转型呢 我们所说的能源转型 实际上是能源结构的转型 什么是能源结构呢 实际上我们就是日常消费的 各种能源互相之间的一个结构比例 举个例子 比方说一百多年以前 人们所用的能源主要是木材和煤炭 那后来呢 慢慢的就变成了石油和天然气 这个就是能源转型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能源转型呢 实际上就从原来对化石能源的这种依赖 所谓的化石能源就是指煤炭 石油和天然气慢慢的过渡到依赖可再生能源那些清洁能源 这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能源转型 如果你想要用最快的速度来了解一下这个大趋势的话 我就带你来看一份麦肯锡公司的报告 这个麦肯锡公司严格来说啊 它并不是智库 但是呢 它作为全球战略咨询行业的龙头老大 它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 那它的产品我们一定会关注的 这个报告的名字呢 叫2019全球能源视角 这个报告讲的呀 就是全球能源的大趋势分析 相当于是一张全景式的分析态势图 那么在这个报告的一开头 他就给了一句结论性的话 这个话是什么呢 就是全世界的能源体系正在经历快速的转型 然后呢 他给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预测 第一 全球化石能源的需求曲线 从2035年开始将趋平 什么意思 他说啊 一百多年来 全世界对化石能源的这个需求 一直是在快速的增长 这个增长曲线 这个阶段快进入尾声了 那么从2035年开始 这个增长呢 将转而进入一个平台期 那里面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全世界运用清洁能源 或者说新能源的这个比例 将大大增加 那第二点预测是什么呢 他说全世界对电力的需求 将大大增加 他说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呢 世界对电力的需求将增长一倍 那第三个预测是什么呢 第三个预测 他说天然气还是会比较快的速度增长的 他在这个能源结构里面的这个比例还会增加 但是从2035年开始呢 他也会进入一个平台期 那第四点非常重要 那就是全世界对石油的需求量 这个增长将大大减缓 这个峰值在哪里呢 2030年左右呢 世界对石油的需求将达到一个峰值 然后过了以后呢 将慢慢的走下坡路 你看啊 这四项大预测确实很厉害 就像画图一样 几笔草图 那未来的大趋势基本上就勾勒出来了 什么呢 就是能源需求的总量和结构都将发生变化 而且这个时间拐点也已经拿出来了 那就是2035年 我们大家别忘了 到2035年的时候 我们得看一看他这个报告是不是准确 不过呢 麦肯锡公司提供的这份报告呢 是一个全景图 他呢 主要是告诉你啊 这个事情的大致轮廓 大致趋势 那对一些具体的领域 他并没有深入下去 那么如果说 你想对能源转型的一些具体的领域 有进一步的了解的话 我就带你看第二份报告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8月份出台的一份报告 叫做 未来石油需求对地缘政治的影响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这个智库啊 你可能还有印象 我曾经在上一期的时候呢 介绍过他 他是英国智库里面 最资深 实力最强 在全球顶尖智库里面 排名第二的这么一个智库 那么这份报告呢 他就对能源转型的一些具体领域 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比方说 为什么现在出现了 全球能源转型这样的一种趋势呢 原来没有呢 这篇报告就说了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环境保护 和全球气候变化 产生的这种压力 像化石能源 比方说石油 这些化石能源产生的污染啊 包括碳排放太厉害 如果世界各国继续这么用下去 那谁也受不了 所以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也非常关键 那就是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成本 大大降低了 我们都知道太阳能 风能 这些是现在主要的可再生能源 那么现在我们所说的全球能源转型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对这部分能源的利用啊 大大增加了 那为什么以前就不能大大增加呢 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以前成本太高了 实际上就没有利用价值 但是现在呢 他们的成本降得很厉害 这个报告就举了几个数据 你比方说 利用太阳能的光伏电池和模组 它的这个成本在十年之内 就是从2009年到现在2019年 这十年之内降了多少呢 降了80% 那利用风能的那个风电涡轮 这个成本降了多少呢 也在这十年之内降了40% 那么很好理解 成本这么大幅度的下降 那运用他们的这个动力也就越来越强了 这报告说到的第三个原因呢 可能和你我都有关系了 那就是电动汽车的技术迅速的发展 那这方面的技术主要是指电池技术的发展 这个报告说 2010年到2016年 这么短的时间内 电动汽车用的电池成本下降了多少呢 成本下降了73% 这样一来呢 电动汽车的这个竞争力啊 就相当强了 那这个报告还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在大力的推行啊 推广电动汽车 这个政策扶持的这个力度相当之大 尼克不要小看 这个政策产生的影响 绝对不光光是在我们中国国内 它是在全球产生了一个影响 这个影响是什么呢 就是对原来的内燃机的那种汽车 简称叫ICE 对于这部分ICE 它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挤出效应 比如说德国就宣布 2030年开始 它要停止生产内燃机汽车了 英国和法国呢 又宣布 2040年开始 英法不光光是停止生产内燃机的汽车 而且停止销售内燃机汽车 那甚至呢 印度都宣布了 印度从2030年以后 在印度销售的所有新车必须是电动汽车 内燃机汽车干脆就不让卖了 另外呢 其他的一些技术进步 你比方说氢燃料电池技术啊 这些技术的进步啊 推广啊 他对于内燃机汽车也起到了一种压力 所以呢 这个报告认为 在上面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传统的化石能源 特别是石油 从长期来看呢 已经很难成为全球能源结构的主体了 那么能源经济呢 正在经历从传统的化石能源 到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电力的过渡 那么这个过渡的 或者说转型的这个过程啊 速度也好 深度也好 被现在的能源机构所大大低估 那这个报告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的结论是 能源转型的具体进程啊 还会受到各种各样变量的影响 但是呢 大趋势已经定了 不用再怀疑 那么我也想补充一句啊 这个呢 并不是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家之言 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智库啊 在这个问题上意见非常统一 就是这么一个结论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这种能源转型会有什么影响的 对于全球能源转型的影响啊 其实很多智库都在讨论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先综合的说一下 那总的来说 好的方面主要就是对环境保护好 你想原来主要是用化石能源的 那现在呢 可再生能源这些清洁能源 使用的量越来越大 当然是对环境好了 那这一点呢 就不用我多说了 另外呢 还有对产业的影响非常之大 我们说啊 能源转型 绝对不是说换一种能源来用 这么简单的 它涉及的是一系列的企业和部门 特别是有大量的基础设施 需要改组 甚至是重建 所以呢 能源转型实际上是整个工业体系的一个改组 我这里插一个例子 比方说 风力发电是新能源的一个重要内容 但是你要知道 风电是很难用的 我以前到国家电网去讲课的时候 有专家就告诉我 风电技术早就有了 为什么一直没有用 那是因为风电太不稳定 在实际操作当中 基本上是不可用 你要用风电的话 得把现有的输电系统啊 进行一个特别大的改造 包括电力病网 包括电力的存储 这些环节的问题都得解决 所以呢 风力发电 可不是在那里数几个风电涡轮 就可以了 它涉及到的是个系统性的工程改造 它的成本 或者说前期投入的成本相当之高 从这个例子呢 你就可以看出来 能源转型对整个产业的牵动和影响有多么大 那除了对产业的影响呢 能源转型啊 对有一些地区的社会稳定 甚至政治稳定呢 都会产生很大的冲击 那这一点呢 在世界上油气资源最集中的地区 就是我们说的中东地区 也叫西亚北非地区呢 最为明显了 前面我和你说的那个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那个报告啊 它里面就指出了 它说能源转型对那些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中东国家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 那么如果说这些国家不能减少自己经济对石油的那种依赖啊 那么等到这个能源转型再往深入发展的时候 那个后果会非常严重的 这个逻辑非常清楚 有些中东国家很富 但是它为什么很富 它主要是靠卖资源啊 卖石油和天然气 如果说能源转型再往深入发展 世界对石油天然气的这个依赖度啊 往下降的时候 那它的经济肯定受影响 所以这一点不需要太多的解释 但是呢 如果你再往深里看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问题更加严重 中东呢 一般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 很多人觉得就是乱 冲突战争 好像这个地方呢 没怎么消停过 不过我要告诉你 以前中东局势虽然乱 但是呢 这个矛盾主要是发生在国家之间 你比方说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打来打去的 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也有很多矛盾 那当然了 背后控局的还是美国这些大国 那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的乱是自下而上的 是整个社会层面往上掀起来的那种乱 那么从2010年爆发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以后呢 这一点是越看越明显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停滞 劳动力呢 大量过剩 那你想 这种情况随着全球能源转型的深入 那这个矛盾肯定会更加突出 讲到这里呢 我给你介绍一份欧洲以全球经济治理实验室的报告 这个不是实验室 这个是个非常著名的智库 设在比利时 他的研究成果呢 质量相当的高 在业内很有影响 这份报告的题目就叫做 全球能源转型对中东北非油气生产国的影响 那么专门就讲这个问题的 他说中东北非的那些产油国非常依赖石油 你比方说 北非的产油国阿尔及利亚 他的国家财政收入有60%是来自于石油天然气出口的 那你再看石油天然气界的龙头老大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的国家财政收入呢 有67%是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 那你要再看科威特的话 那这个比例就更高了 科威特的比例是多少 90%靠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 基本上全是靠他了 那么你想这么大的依赖 全球能源转型对他们的影响能不大吗 那么按照这个报告的计算 从现在开始到2040年左右 这些国家在财政收入上的累计损失是多少 是25%到40% 那相当高的比例 但是问题只是收入减少了吗 可不是 这里还有一个人口结构的问题 像在中国日本欧洲 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一个人口老化 但是在中东它不存在 中东的问题正好是相反 有一个统计说 1990年开始 中东人口的增长率是多少 就是2% 它远远高于世界人口增长的平均数 那么这么高的人口增长率 就造成了中东国家的人口非常年轻 它有多年轻 现在60%的人口都是25岁以下的 你想年轻人多了 需要的就业岗位也就多了 这个报告预计 光是2025年 中东国家新增加的带就业人口是多少 是2000万 你想想 一年就增加了2000万的年轻人要提供就业 那这个压力是非常之大 所以你看 经济在下滑 但人口却在快速的膨胀 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 那就比较可怕了 但是这还不够 报告还指出了一个新的因素 那就是这些产油国现在主要靠公共部门来吸收这些新增加的年轻的劳动力 为什么 因为这些国家经济结构比较单一 主要就靠几个大的能源企业在那里撑着 中小企业非常的一般 吸收不了多少劳动力 所以靠公共部门来吸收 那公共部门的钱从哪里来呢 就是靠国家财政来给 所以呢 说到底还是靠国家财政在那里撑着 我这里给你举一个例子 伊拉克2003年就是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萨达姆时期 这个公共部门的雇员是多少呢 120万人 2016年伊拉克公共部门的人是多少呢 300万人 这300万人一年的开支是多少 光是工资开支是300亿美元 那伊拉克现在卖石油卖天然气一年能卖多少钱 500亿美元 所以你看卖石油天然气这些钱主要就用来发工资了 你发现没有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脆弱的链条 大量的年轻人找不着工作怎么办 公共部门来接着 他们来吸收这些劳动力 那公共部门的没有钱怎么办 靠国家财政来撑着 国家财政给钱 那国家财政的这个钱从哪里来 主要是靠卖石油和天然气 所以最后的支柱落到底 我们说兜底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石油和天然气 我刚才也讲了 那些智库报告的判断已经很明确了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的接着往前推 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 是进入了一个平台期 继而呢要缓慢的下降 那这样一来 石油和天然气是兜不住这些国家的底的 那如果兜不住的话 会发生什么呢 那就不用我多说了 就好像你已经看到这个地底下的 这个地壳岩石层 它已经错位了 那你就知道 地面上一定会发生强烈的地震的 这里呢插一句 我们全球智库报告解读啊 说带着大家看清世界的大趋势 实际上真正关注的 就是这种事物底层的变化 那这份报告最后的结论是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的继续推进 中东北非地区很可能出现更大的动乱和震荡 也许呢 多年以后你会说 当时我觉得中东地区已经够乱了 没想到呢 这种乱才是刚刚开始 讲到这里呢 你可能会问 那徐老师你讲到现在 主要讲的影响就是对中东地区的这个影响会更动荡啊会更乱 那跟我们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啊 而且关系非常之大 你要知道我们中国很依赖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 那我们进口石油天然气最多的这个地方是谁呢 那就是中东 而且呢 我再告诉你 我们在中东啊 有大量的投资 现在国有企业也好 民营企业也好 很多资本还在往那里去 所以呢 如果中东地区的动荡要进一步升级的话 那当然对我们有影响 而且是很大的影响 如果说你是做海外投资的 那我今天所说的这种大趋势带来的风险啊 而且这个时间段应该是比较明朗的 就是十年左右 这种风险你一定要考虑在内 但是呢 全球能源转型对我们还有一种更大的 更深层次的一种影响 那就是今天讲座的最后一个部分 那就是大国竞争的重新洗牌 你如果看国际评论啊 就会发现有一个词叫石油政治 或者说呢 叫石油地缘政治 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石油 它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商品 它是一种特殊的战略资源 它是大国之间战略博弈的一个焦点 那石油的这种地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里呢 我稍微插几句历史 石油的这种地位啊 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 如果说 非要给一个精确的年份的话 那我会选择 1912年 那一年呢 英国建造了第一艘 完全用柴油做燃料的主力舰 伊丽莎白女王号 这艘呢 我在我的英国简史里面提到过 这艘舰 为什么说它那么重要 英国当时有很多的辩论 最后一个高官就说了 英国没有石油啊 当时英国是没有发现石油的 哪里有石油 中东有石油 那如果说这艘舰下水 今后英国的海军都往这个方向去的话 那大英帝国的命运就从此和中东联系在一起了 那么实际上呢 在这个之后也不光是英国的命运啊 所有大国的工业和军事都跟中东联系在一起 都跟石油联系在一起了 那我们再看美国 美国当世界老大以后 他在这个方面绝对不含糊 我也不讲美国怎么在冷战期间 跟苏联在中东地区怎么较量怎么搅住 我这里就给你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你看 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当时的沙特老国王 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的秘密会晤 为什么是个秘密会晤呢 罗斯福有意的避开了英国的注意啊 瞒着英国的和沙特呢进行了密谈啊 密谈的结果就是沙特答应 美国来给沙特提供军事保护 沙特在石油方面给美国以权力的合作 包括在石油的结算上 用美元不用其他的货币 要知道当时二战都没有结束 美国背着自己的盟友英国 就开始在中东抢地盘了 所以呢石油政治啊 它是一条红线贯穿在国际政治当中 你平时可能发现不了它 但是它非常的重要 好我们再回到现在 现在的话题石油政治已经一百多年了 那接下去会怎么样 特别是我们今天讲到了全球能源转型 这样的深度这样的速度 它会对石油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有发生影响 我们中国会怎么样 带着这几个问题呢 我们再来看两篇报告 第一篇呢是美国智库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在2019年的9月份发布的 这个名字啊很有意思 叫能源势力范围 你想我们平时不是经常说吗 大国争夺势力范围吗 所以把能源和势力范围 这两个词放在一起 一看就知道这是讲大国竞争的 这篇报告啊 关于大国之间的能源竞争讲了不少 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去可以看一下这个报告 但是呢我要说的是这个报告里面最关键的点有两个 第一个点是现在世界的能源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什么意思呢 他说啊过去的30年里面世界的能源关系是非常开放的 是非常市场化的 换句话说你只要有钱 想什么时候从世界市场上买能源 你都可以去买到 但是呢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能源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战略化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那是因为大国竞争 特别是美国和中俄之间的竞争呢 已经成为大背景 第二能源会成为大国竞争的重点 你听了以后你可能会说 这个一点都不新鲜啊 一百多年石油政治不就是大国竞争能源吗 这有什么新鲜的呢 但是呢他强调的是 以前大国对能源的竞争啊 主要是争着控制能源的产地和能源的通道 但是今后能源呢 不光光是一个竞争对象 他能源本身要变成大国竞争里面的一个工具 大国可以用能源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你就拿中美俄三个国家来说 俄罗斯是传统的能源出口大国 这就不用说了 美国呢以前曾经很依赖中东的石油 但是现在不是了 现在经过了液炎气革命 液炎油革命 美国的能源已经实现独立了 他自己成了一个油气生产大国 所以就美俄两家来说 能源他是可以拿他作为工具 甚至是武器来使用的 那中国怎么样呢 要从传统能源的角度来看 中国没有任何优势 你肯定知道 中国对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啊 很早就已经很高了 而且呢 不光是石油和天然气 中国的整体能耗也相当的高 从2009年开始 也就是十年之前 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股 我这里呢 再告诉你一个数据 2018年中国工业能源的消费量占世界的多少 占世界的29% 差不多是三分之一 所以中国的能耗是相当惊人的 那中国的能源竞争力到底来自哪里呢 这个报告就说了 全球能源转型给中国机会了 中国呀 在新能源的利用方面动作非常的迅速 无论是风能 太阳能 还是推广电动汽车 我们都跑在前面 这里呢 我跟你说一个国际能源署的数据 他们预测啊 从2019年到2024年这段时间里面 世界新增加的可再生能源里面 中国要占多少 中国要占40% 而在电动汽车的这个使用总量里面 中国要占到50% 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在这一波的全球能源转型里面 中国的步子相当的大 而且体量也非常大 所以这家美国智库就非常担心了 他说中国这种步伐 这种做法很有可能使中国成为这一次能源转型的一个领导者 那中国这种领导者的这个地位 再加上俄罗斯在传统能源当中的这种影响力 那美国原来苦心经营的那个对世界能源的这种主导地位啊 就要受到很大的挑战了 那这份报告的最后结论是什么呢 最后结论是全球能源转型是大国能源势力范围的一次大洗牌 中国原来没什么机会的 现在突然一下子有机会了 美国呢 感觉到压力很大 这个呢 就是全球能源转型开始以后 大国的能源政治或者说能源竞争啊 产生的新的这种宏观态势的变化 当然了能源转型带来的肯定不只是宏观的变化 实际上呢 大国竞争的重点或者说焦点呢 也在变 以前大国能源竞争主要是控制那些能源负极区 或者说主要的产油啊产天然气的那些地方 比如说中东 那现在还是不是这样的 别的不说 你看美国 美国原来是要死死的控制住中东的 但是现在你在看呢 美国在中东实际上是在进行一个战略收缩 为什么进行战略收缩 有些人说 美国不行了 他实力不够了 所以要收缩 我告诉你 这样的想法把问题想简单了 实际上美国在中东的这个收缩啊 它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有一条重要原因 就是从能源政治或者从能源竞争的角度来说 控制中东已经没有那么关键了 所以美国才舍得这么做 那控制能源种地没有那么关键了 那什么东西变成了新的焦点了呢 好 这个问题呢 我就带你看一下本期讲座最后一篇智库报告 这篇报告的题目叫能源转型的战略层面 出台的呢 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这个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简称呢 一黑 它是法国目前实力最强的一家智库啊 业内影响的很大 这篇报告啊 就明确说 在能源转型的这种大背景下 大国之间能源竞争的焦点就发生转移了 转移到什么地方呢 就是对低碳技术价值链的这个控制 实际上呢 就是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研发生产和服务 这根链条 报告里面呢 有一句原话啊 把这个事情说的非常的重 我给你念一下 他说 控制低碳技术价值链是一个关乎竞争力 经济发展 能源主权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 所以你看 这是一个新的大国之间的竞争焦点 那么围绕着这个焦点 大国现在的竞争状态怎么样呢 那这份报告就认为呢 在这个低碳技术和工业方面 欧洲有一些优势 但是呢 现在压力非常的大 那他认为这场国际的大国竞争当中 现在已经有初步优势的是谁呢 他认为还是中国和美国 那美国的主要优势呢 就在于 美国他早就形成了一整套 非常发达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 那么中国的优势主要在哪里呢 有非常强的国家意志 而且呢 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而且呢 中美两国已经在有意识的 有步骤的收购欧洲的低碳技术企业 那么未来呢 中美两个国家在这方面的竞争呢 还会深化 所以很不好意思 这期讲座呢 并不是讲中美的 但是呢 最后还是回到了中美竞争 那到这里呢 本期讲座呢 基本上就结束了 我呢 说一下本期讲座的结论 那就是全球能源转型正在深化 这个过程不仅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 而且呢 它会影响整个大国竞争的战略格局 这是一场新的大洗牌 这也决定着我们国家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未来 好 以上就是本期全球智库报告解读的内容 欢迎你呢 在留言区提问 我们呢 继续进行互动 为你进行服务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